國際太空站第59軟徵隊的人員 星期二在哈薩克斯坦的茲加茲幹附近安全降落地面 美國太空總署的飛行工程師安尼·默克萊恩 俄羅斯航天局的指揮官科洛連科 和加拿大航天局的戴維聖雅克 在降落地面沒多久後就走出太空艙 美國太空總署說 這組宇航員在國際太空站上停留了204天 並圍繞地球軌道運行3264次 美國太空總署又說工作人員為數百個實驗作出貢獻 包括調查複製人體器官結構和功能的小型設備 首次在太空環境中編輯DNA和回收3D打印材料 火器官結構較保守 imag火器官結構成為roz雅士 也不理解 我рен接你 我的裹莫 其是 事情